高雲 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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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蟹 很多隻蟹 正確來說是蟹貨才對 口罩令在今個月1號正式取消 終於都可以和戴了三年的口罩說bye-bye 當年一罩難求 還記不記得一份KF94口罩最貴賣多少錢呢 和現在比,簡直是兩個世界 一元一個又有 一元都不用的都有 果然是破底價便宜到爆 在這些蟹貨山貨牆 不是,是在這些網購平台 網店都紛紛促銷大便賣 這位賣家就說,抵買都傻 他就說,清貨包順風運費 我們就問過部分店主 對方坦白地說 賣完現貨後就不會再翻貨 網站平台就提醒用戶在交易前 最好看清楚用戶的個人資料和評價 各位記得要留意 家裏如果還有小朋友用尿片 最近都可能會留意到這件事 明碼實價買的套票,價值還會跌 不說還以為買股票 這麼有生意頭腦,行不行? 買套票時寫明想換不同片 加多少錢 怎可以隨便改 這群網民說的是 專賣尿片的網店BabyClan 這間店一向都被家長買套票 再補差價買尿片 一月公佈基本票價時 曾揚言新一年會加價 當時有不少家長都想趁低吸納,入了不少貨 網店最近再公佈 由今個月5日起調整價格 但要加的不是套票價 而是差價 引來大批已經買了套票的人不滿 認為不單止沒有好處 還要硬吃新差價 質疑網店的營銷手法有誠信問題 還開了個苦主群組 但相信是店主的老闆之後 仍然出帖子企硬 說一早說了有加有減 想看看哪裏買片便宜得過我 事件醞釀了幾天 終於老闆星期六都要跪下 再出帖子鄭重致歉 承認用詞和態度不當 並且會作出以下的安排 包括各自原定最新的差價調整 承諾凍結尿片差價5年 同時撤回被質疑不公平的回饋計劃 看看帖子下面的回覆 有人拜有人不拜 如果你是客又收不收貨呢 一個68歲的男人在上班途中 懷疑因為不用附近的行人天橋過馬路 被的士撞到重傷 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 事發在星期六清晨大約5點 死者在屯門由沒有行人過路處的 團合街走出來 想橫過屯門鄉市匯路馬路的時候 被洗字的的士撞到飛彈幾米之外 而的士就在衝前大約10米才停下 的士的男司機和男乘客都沒有受傷 警方正是調查意外的原因 尖沙咀中間道海源之家重建地盤的四級火 燒了超過9個小時才被救息 事隔一日 星期六上午9點多 地盤再有煙霧出 消防為免死灰復燃 到牆升起雲梯找有煙的位置 大約半小時後撲飾 受事件影響 介乎尼敦道和梭士巴黎道之間的一段中間道 去到下午近3點 仍然全線封閉 美國白宮醫生奧康納在3月3日發表聲明說 2月的時候為總統拜登檢查的時候移除的組織 是基底細胞癌 所有的癌組織現在都已經移除了 而醫生也都認為拜登仍然升任總統的工作 奧康納就說拜登需要接受皮膚病監測 但上次移除組織的部分已經康復 沒有礦山或轉移的情況 所以沒有需要接受進一步的治療 而第一夫人吉爾在1月的時候 同樣亦都證實患上了基底細胞癌 不過幸好是經過手術之後已經康復了 近日有的士司機在社交平台上載車camp 背景在柴灣環翠穿戶外停車場閘口 片中可以見到一位女子一直掛著看電話 沒有留意身旁白色的私家車已經洗走 車閘正落下之際她就反應不及 由於波傻瓜般被打到頭 樓主見狀就嘗試解圍拍卡 令到車閘再度升起 而那位女子就不斷摸頭視意痛楚 但前面的男子回頭的時候就沒有上前關心 反而在這裏笑 就連樓主亦都表示 若非她拍卡起回到閘 應該更好笑 片段引起不少網民留言表示爆笑 大勝劈掛 掛著看電話的後果 笑笑小電影 Happy Friday 和朋友出來喝一杯 喝醉酒不出奇 但醉到被人偷走了十萬元的手錶 只能說你真是喝得多醉 一個36歲的男人 星期六凌晨5時半 醉了在中環北打街和皇后大道中交界 其後兩個非華裔男人乘機走過去 偷走了他身上一隻價值十萬的勞力士名鵰 之後走了去 警方列作動線案 暫時沒有人被捕 這個魚池水深大約一米 一個男人星期六跌落去 最終不治 現場是鴨利洲海移半島移旗 移滿國對開的魚池 朝早8時多 有保安發現這個男人遇匿 報警求助 但救護員到場將他救起後 證實已經死亡 警方調查事發的原因 曉食說他懷疑喝醉 才不小心掉落水 我看到紫禧的時候 看到他很可愛很可愛 雖然他經歷了這麼大的手術 但你看到他的臉色各樣都很好 也很有反應 我祝福他健康成長 這次在深圳有深捐給紫禧之前 有另一個機會的通知我們 就說在東北有一個可能可以用的心臟 亦都是適合紫禧的體型 我們當時很開心 大家都在想 哎呀呀呀呀 我們要準備了準備了 第一件事就想到 第一件事就慘了 新冠疫情 那個交通方面有很多阻滅 如果是省外 即是深圳以外 就肯定要坐飛機 只是飛機機程 差不多三個小時 在東北 再加上原來那間醫院去到機場 接近過幾兩個小時 我們一計算數 就慘了 基本上真是不可能 最後大家真的有一個 很有希望 好似後打到十八層地獄 變成一個絕望 不過都幸好 上皇天不負有心人 聽到他父母的呼喚 再有一次機會 隔了其實是十天左右 可能沒有十天 那兩星期左右